为什么娱乐圈一直都有传言 今天的背后有金主爸爸为其撑腰 成龙去北京为电影做宣传 节目组看来的是 成龙特意为他安排了一首美丽的神话 结果不懂人情世故的景田 提前成龙一步强卖唱了 成龙一开始守在旁边 或许想着他唱两句该轮到自己了吧 结果景田一直守着卖不动 他也就自觉退去了此前 但凡有歌 大家都会让着 成龙 樱桃 刘一伟无不如此 主持人也心领神会 且不说这是成龙的主场 大家光是听到美丽的神话 这首歌也该明白节目组的用心 但景田却仿佛成了一个异类 成龙会怪罪他吗 他连景田的手都不敢碰 更别提得罪了 喜欢点赞加关注 从初到至今 今天身上就一直包裹着谜团 他背后究竟有何依仗 景田第一次彰显出自己不凡之处 是在2006年 那会儿 他作为一个家境普通 学过四年民间舞的北武副中学生 刚出道就被张亚龙量身打造歌曲 命号指导MV与刘家辉合作电影 跟张峰逸领先主演电视剧 首张专辑一出 便获得中国文艺榜女歌手同奖 还在他后面 第一是李古一 参演的电视剧没有一部是女配 全都众星捧月般突出其女主地位 但事实上 他唱过的歌没几个人听过 演过的影视剧也不显得独树一致 倒是大佬们夸他夸得厉害 林浩一口一个贴身的演员 张亚东满口都是最有潜力女歌手 有人想过巴特的背景 但通通都以失败而告终 可又不敢轻易断言他没背景 因为圈内人对于这是意见特大 2011年 倾天竞先主演大制作战国 孙宏雷 惊喜善 吴振宇甘愿给他作配 当时看完电影的韩寒立马跑出来 吐槽女主 说男主角之所以会全部爱上 女主是因为演员们觉得 必须要照顾出品方的女人 两年后 孙宏雷又站出来说了剧 投资方拍戏 就是为了同一演员 连王思聪都说 能保证他跟爹没碰过女明星 但不排除有内衣 于是景田就这样 成了大哥的女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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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